吴尼朗 明明长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就是9月1号高国中小级将开学 因三级防疫的影响 今年校园防疫措施也有所升级 除了希望学生在家先量测体温 也会在入校之前 以及中午时段再进行一次的量测 要求学生上课要戴上口罩 用餐时间放置隔板 县长徐政卫也在开学前来视察 期盼共同来守护师生的安全 5月中旬因为三级疫情影响 学校改以停课不停学方式 帮助学生持续学习 转眼暑假进入尾声 9月1日高国中小即将开学 学校在防疫措施上也有所提升 像是增加时段量测体温 要求学生上课戴口罩 添购隔板给师生在用餐时放置 今年开始我们开始要求学生在家出门之前就先量一次体温 到校的时候再经过热感量第二次体温 第三次我们会在中午的时候要求学生再量一次体温 包含他在室内课或室外课甚至体育课我们都会要求学生必须戴口罩 目前隔板的部分我们原则上就是提供给学生每个人一片自我保管 那我们会要求在中午用餐的时间一定要架设隔板 那其他时间的话就让学生自由使用隔板的部分 那但是全程都必须戴口罩做好防疫措施的部分 现在学校老师呢 绝大部分都已经施打第一剂的疫苗 除了几位老师因为健康因素呢 所以为施打 如果为施打的老师呢 我们也会按照防疫规定 要求为施打老师呢 每一周提交他快三的报告 做防疫的一些措施 祝强国小校长孙东志也表示 校内师生近600位 几乎所有老师都已完成疫苗注射 这次添构隔板 除了阻隔板 还可以两用当桌垫 县长徐振卫也在开学前 前往国小视察防疫状况和校园环境 花莲县府教育处表示 花莲县第三阶段高中以下教职员工和校内工作人员 已造册339人 在31日由花莲慈基医院安排接种 期盼师生都能做好校园防疫 顺利守护师生健康 接着长方燕华联士报导